兩年前才同意台電開發事項的 基隆市政府市長林又昌 此刻現在已經當內政部部長 可是內政部發給我們的公文是說 我們所提的公投事項是非地方自治事項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的民眾 不可以對這個議題發言 因為它涉及電業涉及港務 那都是中央管的事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林又昌市長為什麼在兩年前 可以禁止同意台電的開發事項呢 所以這個矛盾是 現在的林又昌部長 他必須要回應兩年前的林又昌市長 所做的這個矛盾的事情 這個天然氣接收站的這樣設置的方向 不僅僅會對基隆港帶來很大的影響 它也會是國際上的一個非常奇怪的特例 沒有一個天然氣接收站 它距離民宅以及距離軍港 然後以及距離山港如此接近的地方 基隆港不適宜在用填海造地的方式來 這個興建天然氣接收站 你非要用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就架在基隆港的港嘴上 而且還要填海造地 破壞基隆市的海岸景觀 自然生態 漁業發展 甚至影響基隆港的營運 這件事情我們就覺得對基隆來說是 軟土森爵太過分了 公投本來就是人民的基本權益 那既然他們說現在的文字版本 不屬於地方自治 那我們就把文字修到它屬於地方自治後 再讓民眾 再讓中央來審議 然後再讓基隆的民眾來針對這個議題來進行公投 它是澎湖福澎喜來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